七十八岁的黄丽玉 上个月收到了接种冠病疫苗 追加剂的邀请 因为她目前还得出外工作 所以决定接种追加剂 会影响其他同事 现在这个得卡很多 又传播很快 那我想我已经过了六个月了 以前的那两支是前面的病毒 那现在变种了 最好去打 那我就去打了 反正都没事 我就带我先生一起去打 一般公众会接种疫苗追加剂吗 一定会打 保护自己吗 在考虑中 因为我本身有高血高档 等固存 那时我做这个两个病毒 我是有延期一点 你看如果需要我就去做了 我一定会去打 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好的 我父母亲已经都已经 已经打了第三支疫苗 所以情况良好 我打了疫苗 我就比较安全一点 梁玉欣教授说 符合条件的公众应该接种追加剂 因为抗体会随着时间逐渐下降 在下降的过程里面 它给我们的保护力就会逐渐的下降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德卡病毒 它本身是可以避开 我们已经有的那种抗体 所以就造成现在就是相当多的病例 就是打了疫苗之后还可能会有染病的现象 我们现在要考量的就是特别是年长者 它的抗体降到一定的水准的时候 我们要给它追加剂 就是让他们的抗体能够再进一步的提升 给他们更好的那个保护能力 还有就是减低严重的病例 卫生部已经开始邀请年满五十岁 接种第二剂疫苗至少五个月的人 预约注射追加剂 此外 年满六十岁 在今年四月一号或更早之前 接种第二剂疫苗的人 也不必提前预约就可以接种追加剂 梁教授也说 如果头两剂接种的是 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 施打mRNA追加剂将能大大提升人的抵抗力 在本地我们大多数的疫苗接种者 就是接种了信使核糖核酸的疫苗 那么到目前所有的 已知的就是第三剂的核糖核酸 就是以色列还有美国 已经开始有这个追加剂 其实它对抗体的增加力是非常的强 就是无论是达辉瑞的或者是莫德纳的 这两种都是非常的相似 但是都是属于信使核糖核酸 如果要饮用别的不同类型的 比如说是灭活的细胞的疫苗 或者是蛋白质疫苗 这方面的数字就没有一个很好的 科研的数字到目前为止 本地冠病疫苗专家团 正在评估混打不同疫苗追加剂的效益 不久后会提出建议 目前专家团认为 全国接种计划所采用的两款mRNA疫苗 可以被视为同一种疫苗 因此如果民众接种的第一和第二剂 都是辉瑞疫苗 他们是可以选择继续接种辉瑞 或改打莫德纳的追加剂 黄丽玉的三剂疫苗都是达辉瑞的 她说打了第三剂之后 起初有点不舒服 隔天就没事了 梁教授说追加剂和第二剂的副作用 对一般人来说大同小异 我觉得已经打完了两剂 我们都已经开始对这样的一个疫苗 有一定的认识 那么第三剂的时候 我们就做同样的一种防范的措施 就是多点喝水 多点休息 如果身体发烧 不舒服 还是可以靠弯热度 或者其他的药物来减缓身体上的不适 一般上是非常短暂 一般上不会超过两天的时间 完成疫苗接种的冠病患者 在康复之后还可以接种追加剂吗 我们是建议90天之内 其实是不需要打追加剂的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 在得病之后会被激活 在90天之内 这个激活的程度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打追加剂 它的功效其实不是很大 没有坏处 但是其实帮助也不是很大 所以我们会建议在至少等90天之后 才考虑打追加剂 病毒变种让人难以捉摸 要和冠病长期共存 不只在于施打疫苗追加剂 大家也得负起社会责任 以不变的坚韧意志 应对万变的病毒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巴士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